我想应该蛮多人会遇到 谈不够快这件事情 那我想要分享一下 我关于速度练习这一块的心得 跟一些做法 也许不是适用于每个人 但是我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子做的 就对了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使用节拍器 其实不管谈什么东西 你都应该要使用节拍器 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你看到我这个乐剧上面 其实有标好一些东西 比如说像在音符的上方 有右手的picking 那在音符的下方 有左手的运指 这些东西必须要尽早确定 因为这些东西绝对不能乱 你在从慢速度开始进展 到快速度的练习的时候 你的左手运指 右手的picking下上 必须要完全一样 否则你的练习会变得比较没有效率 变成说你在慢的时候 你可能是用一种picking方式 然后到快的时候 突然又想要换成另外一种 就会比较困难 那第三件呢 从慢速度开始慢慢加快 这件事大家都知道的 但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细节 那后面我稍微讲一下 接下来 比如说像这么长的一个乐剧 我其实会先把范围再缩小一点点 虽然说它只有一个小节而已 我可能只会先从第一拍的六个音 一直谈到第二拍的第一个音的拍点 因为范围缩小的话 你在短时间内重复的次数才能增加 这其实就是一种运动训练的原则 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从慢速度可能 70吗 70开始好了 试看看 好我们就可以开始 从70开始练 1 2 3 OK 然后在慢速度的底下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他都是从慢速度升上去 但他还是卡在某一个速度上不去 有可能你真的练不够 但很多的原因是 因为你在慢速度的时候 你真的在用慢速度底下的 动作幅度去弹它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但是这个乐剧我们必须要是弹快的 所以你在就算现在只有70 你也必须要用你设想到的 快速度底下的动作幅度 就是有点憋这样子 有点像机器人一样 这样子去弹它 就是你动作幅度在慢速度底下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习惯是小的了 比如说一般人可能 在慢速度底下的时候 可能会弹这样子 右手的picking 然后可能慢慢慢慢升 升到每个速度就卡住了 但是这就是因为你的动作幅度的时候 在慢速度底下的时候 你是习惯打的 因为就像跑步跟走路的动作是不同的 你必须要在现在慢速度的状态下的时候 必须要用跑步的动作 所以第一件事情 在这个速度底下的时候 就必须要把你的动作幅度缩小 当然会有点憋 有点像机器人 但这个就是你快速度底下的动作 比如说原本的动作可能是像这样子 然后在这边的话 就必须要先把它缩 对 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在慢速度底下的时候 必须要用高速的姿势去弹 这样子 那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什么时候开始加速度呢 就是在 比如说我在某一个速度底下 我可以连续完美弹出四次的话 连续的 我就加速度 比如说现在是70 2 3 来 3 4 4 OK 现在4次了 然后我就加个速度 我这边稍微加快一点 现在是90 2 3 100 要注意到我右手的picking還是盡量維持小幅度的動作 然後現在是100 ok 現在是110 1 2 3 4 ok 然後現在是120 就是我們大概今天的目標速度 2 3 4 ok 類似像這樣子就是你連續的完美彈出4 4 其實大概就你大概是能掌握這個速度底下的狀態 比如說我會建議速度調太慢也不好 就是浪費你的時間 那個可能就是你的舒適區 但是你一下子調太快 那個又是你的困難區 就是你完全做不到的 我建議你多停留的時間 最好在 就比如說你有時候會彈錯 你沒有辦法連續彈出4次 但是你又可以彈出一兩次的 這個的話我可能就會建議 你多在這個地方學起 因為這個地方我會稱呼它是你的學習區 對 那像這樣子一拍練完的時候 我可能會練第二拍接到第三拍的拍點 比如說 ok 然後接下來我試看看 就是第一拍接第二拍然後接到第三拍 ok 然後可能連續試試ok的時候 接下來我就練第三拍跟第四拍的範圍這樣子 ok 4次ok了以後 當然我現在是一直都用120速度在彈 那我就可以試著練習就是整條 這樣子練過來 大概是像這樣子 所以我稍微整理一下 第一個一定要用節拍器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確認左手的韻子 右手平從慢到快都是一樣的 第三件事情從慢速度開始慢慢加快 第四件事情範圍先縮小 對 就你可以縮小到一拍的狀態下 你的壓力會少一點 因為這樣子重複次數也可以增加 然後第五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必須在慢速度底下的時候 就要用高速的狀態 你可以去想像一下就是移動範圍很小的狀態 然後什麼時候應該加速度 連續完美彈出四次 那我就可以加速度了 最後就是盡可能的在你的學習區裡面持續練習 這樣你的練習可能才會比較有效率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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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